期待已久的华晨与演唱会 终于圆满落下帷幕 连续两天三个小时的实力现场 无助唱嘉宾不过多串场 尤其仅有的是一位音乐创作人 毫无保留地 施展着他的音乐才华 我们都看到了他对这个舞台 始终的坚持与认真 他还是当年的那个少年 对音乐一如既往信仰般的狂热 但在音乐的道路上已然成亡 火星人最爱的国王 我们还有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邀约 请你照顾好你自己 面对日益重大的一体家族 不得不感慨 现在当王背后的女人越来越不容易了 弟弟粉 妹妹粉 爷爷粉 奶奶粉 老婆粉 亲妈粉 旧妈粉 更有一堆细精男粉比女粉还争重 幸好有三星A9 Star在鸟巢演唱会上 带来的全新华晨鱼语音合集 让你可以在2400万的后宫中杀出重围 随时随地读下国王花的专闯 那么最新的XP华晨鱼语音里到底都藏着什么样的惊喜 当天在演唱会现场体验的火火 回个帖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全新的华晨鱼语音 三星还在现场推出了三星A9 Star的新款颜色 不但长得很高级 有国际大牌化妆品的及时感 更有一个特别特别好听的名字 花仙子 有梦有一种梦魂般的唯美气息 瞬间迁入心灵 三星爸爸真的太会取名字了 选择在花花演唱会上发布 是要助我花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有 红的发子吗 三星爸爸真的很用心了 紫色真的好高级 厚厚看 各位火星系的小仙女们 快来拿下这一枚紫色的仙女吧 跨身人间花仙子吧 我们的花仙子代言人在演唱会上时明点赞过三星爸爸 感谢我们的荣誉冠名三星 再帮我谢谢他们送我EVR啦 我真的馋了 他们家产品真的很厉害 手机也厉害 EVR也厉害 怎么会有这么任性又可爱的代言人 居然公然向金主爸爸撒娇说想要EVR 好吧 你帅你说了算 三星爸爸也很给力 在演唱会结束后 立马就大方的给安排了 谢谢三星爸爸对花花的宠爱 我就知道你们的合作已经炉火纯青 简直到了互相打榜和力秀恩爱的程度了 希望可以一直合作下去 继续为火星带来更多的福利 话说三星为火星人们准备的小礼物 大家都拿到了吗 都是华晨与专属定制版的 那一支有花花加持的矿泉帅大家 是不是都舍得贺 那一把花花牌的小扇子 是不是山衣下风都是甜的 纵有再多的博舍与留恋 火星人心心念念的火星五年盛典已经落下帷幕 火星人将在火星王子的带领下 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未来新世界的路我们继续一起走 我们的王子馆自由自在 开开心心的做音乐就好 未来更要演的红海火星人会一直都在 感谢观看